一 二 三 名炮 鼓掌 大家 掌声 新一乡占地广大 其中包含林务局 台大指引林 原住民保留地等等的土地权责单位 共同持有 因此也产生很多土地相关的问题 让民众无所适从 这个土地真的很辽阔 台大 现在目前台大也是一个问题 问题也很多 民众反映得很激烈 所以说我想 后面的问题 土地管理所应该义务上 它要发挥很大的 一个智慧的功能 能够平衡 让我们的人民在新一乡能够安居落叶 取得平衡 大家在日文能够好好的过生活 为此新一乡公所特别将原先 在农业课的土地审查会 独立出来成立土地管理所 希望未来能够有效的来帮助民众 解决土地问题 乡民真的对土地的所有的程序 还有法令这边真的很缺乏 那么我想我们成立这个管理所 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应该是要协助 协助我们的乡民 怎么来办理这个土地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到目前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期待 期望他能够帮我们这个地方解决掉 很多的土地纠纷 先议员全文才的道场共享盛举 前议员表示先前土地的问题都立属于农业客 而现今成立土地管理所后 不但有专人来协助民众处理土地相关问题 也能够让民众绵于奔波 能够参与我们新义乡公所土管所的成立 揭摆的仪式 以前土地的管理部分是立属于农业客 那在这里在我们的土地管理所成立之后 我齐齐我们的乡公所的工作人员 能够尽心尽力为我们的乡民服务 让我们的乡民在土地问题上 所有的疑问或者是所有的继承 就是买卖的问题 能够有专者的人来为他们服务 让他们免于奔波 跑来跑去跑来很多的单位在办理 相信在土地管理所成立之后 往后针对土地相关问题 不但能够更加的快速辩解 也可以让民众免于奔波 记者邱平易心理采访报导